告诉李线粉丝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春夏可能会再和李线捆绑 有部现代剧找到了这俩人 我感觉要么李线暗恋春夏 要么春夏是依心的亲女儿 要不然这怎么就逮着李线一个人祸祸呢 当初为了捧春夏 李线和她一口气打包了几部影视剧 又是拍电视又是拍电影的 结果春夏凉了 李线很久都没有作品曝光 导致流量几乎是对半侃 要不然也不会和杨子二搭 被那么多杨子粉丝嫌弃了 现在春夏虽然解封了 但受到的影响还在 选择多的演员压根不会选择和她合作 都不想平白无故消耗自己去待她 然后她就又看上了李线 要不是李线空窗期不长 喜欢的类型也和春夏完全不一样 圈圈都要误会这俩人有啥关系了 这对CP感觉也没什么人客啊 不过这个计划还在筹备 目前没定死就看李线自己了